其實靜雯演過無數的戲 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演過 探監的戲 沒有 沒有 在過去的三十幾年的歷程裡面 沒有到三十幾年 二十八 會不會聊天 不會 怎麼樣 Netflix首部華語電視劇 《醉夢者》即將開播 主演賈靜雯 張孝全 王伯傑 張立衡 冠小萱 徐光漢 周明甫 一次排開統統都來 記者會零學習 我在那個《醉夢者》裡面 飾演的叫做蔣靜芳 也就是孝全說她是邊緣人 就是邊緣人生命中 可能在情人眼上面最放不下 也最寄託的一個女人 所以我們兩個的關係就是 有很多的無奈 跟很多的就是沒辦法這樣 大家好 我是廣漢 我在戲裡面是一個介護 也算是一個預警 是要幫《醉夢》四兄弟 逃遇的一個角色 是 這可以講嗎 因為我看的時候我是用猜的 結果你就直接在這裡講出來 可以大家不要寫這段嗎 讓大家自己看啦 應該就沒有看前三集啊 對啊 應該是不能講的嘛 就是我的稿子上面說 麻煩你說到鍾文符那個意思 你們是一組ㄎㄎㄎ組的 一個提早出來 一個先爆 應該是不能講吧 因為我看的時候我是用猜的 我自己猜的 因為我的稿子上面好像說可以講 我看一下 我確認一下 許光漢的部分 對 稿子有寫 請回座 對不起 對不起 請回座 我想說 這是可以講的 因為我當時看的時候 我被你氣死了 就是他的角色 好 好 好 那不要緊張 至少在後面大概六七八七 他還會有 這真的不能講的 請說 請期待許光漢精采的演出 微光漢你也把冷漢 是說整場記者會 因為趴爆雷 大家講話都 回應一下這個 剛好是不能講的 所以可以跳過 我沒有關係 是跟柏傑的那一場還是 不是 一群的那一場 那個真的很over 那個 Come on Oh my God 所以我不能 我跟你講 那一場真的很 你會受不了 我跟你講 這個同意我們不講 真的很保留 親期待 其實八集有一個玩意就追完 明天我一定有把它看完 才過癮 光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場切西瓜 對 因為我在一個 還蠻好的位置 對 好 也不能講太多 好 辛苦你了 好 請期待